自己知道,教练在鼓励我,对Tip是好事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实力,应该就是把状态发挥到更好 这样主要是要表现自己,而不是要去争什么 因为毕竟该有的成绩自己都拿过了 除了团体的冠军,你还拿到了单杠的金牌 这枚金牌也是继09年世锦赛之后,时隔两年再次获得的 在这个比赛当中,你除了要与外国选手,像日本选手,荷兰选手进行竞争之外 队里还有一位师弟,也是去年世锦赛,也是10年世锦赛的单杠冠军张成龙 你怎么看待与他的竞争呢? 因为从团体到单向,实际上你们都有很多的竞争的点 我感觉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我们是有团体的一个项目 我们提到,如果他能更强,我也能更强 这样的话团体分就会更高 而且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这样盯着练,我们的进步会非常快 从赛前的替补到最后的夺冠 08年的那个邹凯又回来了 东京实际赛的出色表现 也让邹凯重新回到了体操男队的主力阵容当中 相比以前,他显得更为成熟稳重 而在生活中,24岁的邹凯也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 但是其实现在对于你生活上来讲,已经是很有,已经是很多彩了 其实包括你个人来讲,也吵得很热的就是你和你的女朋友 一体队的选手,周杰 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大家也都很,尤其喜欢你的粉丝,很关注你们 觉得你们好像听说,说你们也有打结婚的打算吗? 结婚是开玩笑的 因为毕竟这还二十多岁 还小,自己还不够成熟 说到结婚的话,可能会太早,有点儿戏 其实这不叫早婚的,现在二十多岁结婚 如果说领证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双方 就是说我有这个意愿,不一定他有这个意愿 而且主要,如果是领证的话,其实很方便 就是办婚礼其实很麻烦 也没有时间,而且现在主公还是伦敦奥运会 之前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别的 而且也不需要时间去干别的 奥运会后是不是也有时间可以去跟他实现一些 现在很难实现的一些目标呢?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约定? 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约定 当然是他也支持我去更好的状态去面对领证奥运会 因为领证奥运会肯定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而且压力会非常大 他肯定主要在帮助我缓解压力这方面 他很支持我 四年前的四川小将如今已经成为了体操队的顶梁柱 2012年伦敦奥运会很有可能将是邹凯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而2008年获得的三枚金牌也留给了人们很多的想象空间 其实现在总共获得过三枚奥运金牌的像杨威 包括李小鹏 还有李小鹏是四枚金牌 杨威还有李宁 这都是自己的前辈 那马上就要进行伦敦奥运会了 你已经有三金在握 很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这个记录 你对自己打破他们的一个记录 现在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自信吗 还能否再创造08年三枚金牌的回华 目标肯定是往着这个目标去 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文敦奥运会上拿更多的金牌 想当时肯定非常想拿 就是做中国拿奥运金牌 最多的运动员 这就是现在给自己制定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动力非常的强 训练的时候 对你个人来讲最想拿哪枚金牌 这人其实最想拿的是自由体操和团体 最想拿的是团体金牌 因为对于中国体操来说 这团体金牌非常重要 是对于体操的发展 而且对于整个体操的实力的体现非常重要 之后再是我的自由体操 因为自由体操在国际上好像小赛老师冠军 一到大赛就是第二 让自己感觉很别扭 现在中国运动员中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是四位 如果邹凯在今年的奥运会中能够夺得两个金牌 就能够超越他们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八月份的伦敦也许将会见证新的亡者的诞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遇见 生活是永远最美的方面 我相信自由体操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身受着能够放天 kankang 那额德道尽上光斑 by bwd6 by bwd6